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我们的一期特别节目 我们聊的话题就是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请到了四位嘉宾 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 北京韩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李在宁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韩雅琳 最后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 中国政经文化研究院院长 新银归金老师 欢迎四位老师 那节目的一开始 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 来自进博会现场的报道 这里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2018年11月5号至10号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这里举行 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 世界上第一次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共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2800多家企业 进会参展 在进博会期间 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中国聚焦上海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5号在上海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题为 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是迄今为止 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一大创举 这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推动发展自由贸易的一贯立场 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于11月5号至10号举行 多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 国际组织负责人 各国政府代表 以及中外企业家代表等 1500余人出席开幕式 好的 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场 习主席其实在这次进博会上 发表了很多讲话 比如说他提到了说 中国要主动扩大进口 这不是权宜之计 而是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 各位老师对于这个表态 以及这次进博会 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共同发展 有什么的意义 现在我们也通过扩大进口 就是让我们境内的老百姓 能够直接买到 境外的这些高品质的 这些产品和服务 满足境内的这种多样性的需求 但是另一方面呢 实际上也是给 境外的厂商提供一个机会 可以分享中国这个大市场 未来经济发展的红利 可以实现双赢 当然从国际经验来看 从历史上看 这是首次 这也彰显了中国的自信心 中国有这个信心 有这个能力 但是客观上我们也有这个需要 所以我们创造这样一个平台的话 每年都搞 持之以恒 实际上会产生一种示范项 希望各国 大家都这么干的话 那我们要共建一个开放性的世界经济 咱们中国要有所担当 在这方面体现了一种自信和责任 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谭老师 就是从您的观点来看 这次进博会对于这种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 会起到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呢 我觉得积极的姿态和主动承担的这种责任 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我们的进博会是5月份提出来的 正好4月份 美国发动了所谓的贸易摩擦 贸易争端 所以我们用一个进口博览会 可能对外方来讲 它的出口会有长口 那么这个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促进 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从国内的角度去考虑 跟我们的基本战略方针是相吻合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调结构 那么能够进口一些技术性 含金量比较高的 可能对现在我们的调结构 可能显得至关的重要 所以习主席的这一战略的 这种高瞻远瞩 实际上是从国际主义的义务 和国内发展的结构的角度 考虑的非常全面 也非常长远 它的利好因素和促进的因素 应该是得到世界的认可的 其实就像谭老师刚才所分析的 在整个进博会当中 一直推崇一个理念 就是说要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 两位韩国嘉宾 您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 也认为这种东西 我认为这种东西 所以我认为 人民共同的分立,人民共同的各的 dimension 一起看得到更多想 你看到這個不同的三種東西 是我們會將的四種目的 第一次說 第一次,美國的東西 然後保護運貿易 和中國的主張權力 所以我會見到 所以我看到 我认为这些东西要非常评价 最重要的是 你会说的 以后中国更加厉害的意志 以外的开放和市场开放 这些方面 是最大的意义 对于参展的中国企业 您觉得打开进博会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呢 徐老师 我觉得还是要更多的了解 国际上的产品和服务 要知其知彼 因此看到这个差距 同时也看到发现一些商机 就是国内的这种需求 怎么样的跟境外的这种产品服务对接 那么这是我们境内企业应该要做的事情 其实您提到了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 但是既然有进口 就必然会带来一些竞争 那徐老师您觉得 要怎么去面对这种 带来可能的一些竞争上的问题 不仅仅是一个进口产品的问题 而是通过跟参展商的这种交流 在意识形态 或者生产概念上 或者技术标准上 或者国际化的合作上 能够促进大家去思考更多的问题 因为毕竟国际可能都是比较优质的产品 能够进入这个进口不烂会 那么对我们的老百姓或者对我们的生产者 它提高视野扩展自己的这个视角 可能给它带来的激情或者生产的积极性可能会更好 个人所消费的这种需求稍微淡化一些 那我们可能学到的东西会更多 对中国未来的竞争力发展会更好 那徐老师从您的角度来看 这次进博会会对这次这个 接下来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和影响 我觉得这个见解影响应该也是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扩大开放 扩大进口 那其他的国家的产品分支踏来 那有可能美国的企业家企业厂商就有压力了 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 实际上是要把这个机会给全世界 那么看谁能抓得住 就是促进中美之间的合作 我个人认为未来恐怕也还是要找到这个交叉点 交汇点 更多的要做大这个蛋糕 不是像目前这种剑霸 浪章 紧张的局面 我觉得这是暂时现象 不应该持续下去 이번에 이런 130多个国以上이 참여하고 그다음에 세계 500대 기업 중에서 200개의 기업이 참여하는 그리고 거의 3000개 이상의 기업이 참여하는 이런 대형 국제 수입 박람회를 개최한다는 것은 미국에도 강력한 그런 다자주의 그다음에 자유무역주의에 대한 어떤 신호를 보낸 것 아닌가 이렇게 생각을 합니다 열심히 교환하면서 인류의 공동체 행복을 추구합시다 이런 선언을 한 거라고 저는 느껴져요 就是未来韩国的这个 跟中国的这种 出口的顺差 可能有可能 진입不 커다� 한국应该把目光放远 看中中国的产业合作和技术合作 우리가 일반적으로 인생을 살다 보면 10년이면 강산이 변한다 이런 표현을 씁니다 중국분들의 말씀했던 잠깐 생산력의 공백이 있었던 것을 한국의 기업이 메꾸었던 그 시계가 단계적으로 나타난 게 아닐까라는 생각을 하고요 다음 시간에 우리나라에서 중국经济網 記者 從晋博会的現場 發揮的報道 這次晋博会 一共有近300家 韩国企業 上回三展 包括了 汽車 智能裝備 醫療 家電 孵化等方方面面 那它們究竟 帶來了哪些 創意有趣的產品呢 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韩国的物品 一直受到 中國消費者的喜愛 那麼這次 韩国艾莫莉公司 帶來了全新的 3D打印面膜技術 大家現在看到的 這個就是打印面膜的過程 這是通過IoT物聯網技術 來針對每個人 不同的肌膚情況 以及面部的尺寸大小 來個性化定制 以後每一個人 都可以擁有一張 屬於自己的面目 說到博爾加 大家的第一反應 一定是那些 各種各樣美味的奶糖 但是在這個展台上 我們看到的 這些萌萌的小盒子 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呢 這是韩國 Holica彩妝公司 和博爾加合作的 全系彩妝 我們看到 這個方形的小盒子 它打開其實是一個 四色的眼影 那同時呢 還有各種顏色的口紅 還有腮紅高光等等 可以說是包含了 現在愛美小女生 所喜歡的 所有的護膚和彩妝 那麼以後 小夥伴們 不僅可以美美搭 還可以萌萌搭 其實我們了解到 其實對於像韩國企業 比如說像之前的時候 出口的可能像 機電產品 化工產品比較多 但是從這次參展 大多像化妝品 食品 還有服裝珠寶 那是否意味著 比如說 韓國對話的出口觀念 也在發生著變化呢 金老師 那些 大體驗 中國的 提供 中心 對話的 那些 成績 影響 這麼說 中國的 現在 其實 香港的產品 以及 中間諸位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出口的产品 这个也在变 那么未来的话 可能从原来的中间品 工业品 逐渐转向了 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品 那么未来的 这个消费品的市场 空间很大 但是呢 我相信竞争也会很激烈 当然这个 韩国的这些相关的产品 它是有它的竞争力的 因为它这个品牌 影响力 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国内的这些消费者 可能认同度也比较高 所以我估计啊 就是未来这韩国的这个 跟对中国的这种 出口的顺差吧 或者说中国对韩国的逆差 可能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这种趋势 我觉得有这个苗头 很佩服韩国企业的市场调研 因为它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 我觉得它迎合了 中国消费层面的这种需求 如果在进博会上 它的这个结果 可能应该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韩国的产业竞争力 可能不是在消费品上 它可能在工业的技术含金链上 在品牌和国际化标准上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 韩国应该把目光放远 看重中国的产业合作 和技术合作 这样中韩之间会形成 互利共赢这种局面 所以我们注重生产力 和技术创新的研发 可能对我们的生命周期 和我们的合作前景会更好 聊到中韩的经贸关系 其实我们还要关注 另外一组数据 就是一个事实是这样的 就1992年开始这个时候 韩国进入了中国 经历了比如说鞋场阶段 还有白色家电阶段 重工机械阶段 还有显向管阶段 那各位老师如何看待这个十年效应 其实 아까 제가 说是否要更多的 更多的资金顶 更多的资金顶 有效来应用的方法 有效来拿过来 比如说 我会说过来 医療 医療 这些东西是一种 原理的手指 我去平宫 我会比较泉 你保持着 约脱疤 更更可烦 包括 中国病院 中文奥 中国病院에 가면 제가 기능을 잘 발휘할 수 있는 것까지 해주세요 그런데 한국은 더 편하게 더 좋게 그리고 미래의 예측형으로 좀 해주시거든요 그럼 결국 중국분들한테는 중국분들이 잘하시는 산업을 하면서 한국의 의료 서비스를 받고 한국의 약품을 드시고 예를 들면 이렇게 할 수 있지 않을까 생각이 들고 우리가 일반적으로 인생을 살다 보면 10년이면 광산이 변한다 이런 표현을 씁니다 그건 결국 우리 기업에도 마찬가지인데요 기업의 성패도 10년에 상당히 가름되는 경우가 많습니다 방금 말씀하신 한국 기업의 10년 효과는 제가 생각할 때 한국 제조 기업의 기술력이 이미 중국의 추격을 당했다 중국 기술이 한국을 추월했다 이렇게 보는 게 정답인 것 같습니다 어떻게 생각하는 시장의 효과는요? 저는 정말 믿습니다 중국의 어린 시장은 중국 역사에 가진 경쟁이 我们像配套的这些养牢健康服务这方面还是一个短板 那么未来这个所谓云发经济 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很多韩国的一些服务类的企业 它会到中国投资 扩大投资 那么扩大投资那么就地提供服务 因此也会减少这种关税方面的一些不必要的成本 我觉得这个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虽然是中国人学习过来 追选择 选择过来 下航去 选择 将人的重点 例如说 中国人在信用卡通所买得很难 所以正很难喝 但韩国有信用卡通六月 然后他们有号码 对手并 bip影响 对手并不如 中国是信用卡通世代不申 根本在现有目的 你突然間接觸後,註註後,註註後 這種情況,摩擺盤上升了 那樣看起來是非常厲害的 我們醫療服務的人也想要努力 我們不應該在消費層面 我們應該更激發我們的生產力和創新力技術 所以我覺得進口博覽會 應該把生產力和創新力 和技術研發作為主導 這樣的消費是可持續的 如果只有消費,不考慮生產力 和產業的能力的話 那這種消費應該是不可持續的 同情人在生產的人會成為勝者 那是一種自信的 中國企業可以成為現實化 中國正在追趕 也正在努力地做到這一點 雙向開放讓中國的產品 能夠進入韓國的市場 那就是特別想問兩位韓國嘉賓 從韓國企業的角度來考慮 進入中國市場主要存在的難度是什麼呢 韓國企業的初期92年 它有不住 balancing 這要場的方面 當然就是用心 比較難以後 這第二 中國人貌提疑 派仇 해서外國企業 有一些 大的 然後 然後 哪部分 Ling 個 有些人是在国家的流行政策上是最重要的 三个是中部的经济会影响的原因 这些是通勾问题 那么非常高兰的 当然是阳化的方式比方大多多过来 那么还要不在乎 特别的重力质疑件事问题 SPS,危险惑禁 然后技术质疑 这些什么的重量问题 这些重力质疑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然,發展不太多的 事情可以為甚麼 不全病的疫苗 比如是 等於都要看 報酬 這裡有什麼 什麼 Ooo 有很多 例如 是 然後 還有 現在 譬如 保護 所以 我认为国情不太一样吧 而从技术和国际化标准来讲 我们之间是有差异的 因为我参加过很多 十加三的这种 中日韩几方的这种会谈 那么韩方可能多给我们提出的是 技术标准问题和国际标准的问题 所以中国正在追赶 也正在努力地去做到这一点 韩国的人均和中国的人均 差异是很大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应该给中国一些时间 让中国能够尽快地 适应国际的这种发展 包容和理解 甚至互助合作 对我们双方收益 或者是对自己的发展 都会特别有意义 对于刚刚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徐老师您觉得进步 会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吗 那是毫无疑问的 这也是一个促进我们中国扩大开放 倒逼国内改革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 因为国际社会有更多的期待 当然我们更多的是主动拥抱全球化 所以大家看到中国在规则体系方面 我们还是自觉地遵守国际上的一些标准 那么这里面我还想提醒一点什么呢 就是未来的这个开放 应该也是双向的 那么要良性的 那么现在特朗普对中国施加压力 无非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那现在已经看到中韩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也是很严重的 双向的开放 让中国的企业 能够中国的产品 能够进入韩国的市场 在良性互动当中 咱们相互受益 那其实包括刚刚金老师提到了 就是说在韩国可能进入中国的时候 会有一些顾虑和问题 那其实就是可以有这样一个新闻背景 就是日前比如说 这个亚洲零售业之最的这个乐天马特 他就是就此告别了中国市场 那比如说三星手机在中国 最近也是属于一个预冷的状态 那2017年三星手机在中国 这个手机的市场份额 有20%下降到了不足2% 那其实这几个韩国大企业 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就比如说都是家族经营 而且刻意避免这个东道国化 还有技术态度 转让的这个态度要比较谨慎 那问题就是说 那韩国企业在中国水土不服 是不是企业这个自身这块 也有一些原因 李老师您怎么看待 昆虽然是韩国国内的家族型企业 这就是韩国的发展 这个家族型经营的转型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孙子 这个企业 这个企业的企业 这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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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企业的企业 这个企业 这个企业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 这个企业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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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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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企业的企业 这个企业 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 下周的事儿 咱们下周再聊 美洲中国经济 祝您周末愉快